杨大哥 谢谢 同学们 现在呢在我身旁的就是本地著名的画质演员杨士斌先生 同学们你们好 杨大哥请你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曹渝先生和他所写的雷宇好吗 好啊 雷宇是一出中国现代叙迹史上的经典画剧 他的作者是曹渝先生 曹渝原名万家宝 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戏剧家 自1934年发表雷宇以来呢 曹渝先后创作了日出 原野 北京人 这些广受欢迎的作品 据说曹渝先生在创作雷宇的时候年纪还很轻 是啊 雷宇是曹渝大学毕业前完成的 雷宇虽然是他的处女作 可是却是一鸣惊人 一面试啊 便轰动了整个画剧界 哇 这么年轻却有了自己的经典之作 真是令人羡慕还有敬佩